宗徒大事录 第十章 在凯撒勒亚有一个人 名叫科尔乃略 是所谓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同他的全家是虔诚而敬畏天主的人 对百姓慷慨好施 又常向天主祈祷 有一天大约第九时辰 他在异象中 清楚看见天主的一位天使进来 到他跟前向他说 科尔乃略 他注目看天使 就惊慌害怕说 主 有什么事 天使回答说 你的祈祷和施舍已升到天主面前获得纪念 你现在打发人往约培去 请号称博多禄的一位西满来 这人客居在一个名叫西满的皮匠家里 他的房子靠着海 向他说话的天使一走 他便叫来了两个家徒和常护卫自己的一个虔诚兵士 把一切事告诉了他们 就打发他们往约培去了 第二天 他们行路将进城的时候 约在第六个时辰 伯多禄上了屋顶祈祷 他那时饿了 愿意进食 正在人预备饭的时候 他就神魂超拔了 他看见天开了 降下一个器皿 好像一块大布 系着四脚 坠到地上 里面有各种四足兽 地上的爬虫和天空的飞鸟 有声音向他说 伯多禄 起来 宰了吃吧 伯多禄却答说 主 绝对不可 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样污秽和不洁之物 声音第二次又向他说 天主称为洁净的 你不可称为污秽 这事一连发生了三次 那器皿随即撤回天上去了 伯多禄正在猜想他所见的异象有什么意思的时候 看 科尔乃略打发来的人已查问到西满的家 站在门前 他们喊着询问 号称伯多禄的西满是否住在这里 伯多禄还在沉思那异象时 圣神说 看 有三个人找你 起来 下去 同他们一起去吧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打发他们来的 伯多禄下来向那些人说 看 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他们答说 科尔乃略百夫长是个正义和敬畏天主的人 也受全犹太人民的称谕 他蒙圣天使指示 请你到他家去 听你讲道 伯多禄于是请他们进来住下 第二天起来便同他们一起去了 还有几个约陪的兄弟陪着他 次日 他到了凯撒勒亚 那时 科尔乃略召集了自己的亲戚和密友 等候他们来 当伯多禄进来的时候 科尔乃略去迎接他 贵符在他脚前叩拜 伯多禄拉他起来说 起来 我自己也是个人 就同他谈着话进去了 看见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 便对他们说 你们都知道 犹太人是不准同外邦人交接来往的 但是 天主指示给我 没有一个可说是污秽或不洁的人 为此 我一被请 毫不犹豫地就来了 请问 你们请我来是为什么缘故 科尔乃略说 从此时起 四天以前 第九时辰 我在我房中祈祷时 忽然有位穿华丽衣服的人站在我前说 科尔乃略 你的祈祷蒙了垂云 你的施舍在天主前得到纪念 所以 你要打发人往约陪去 教号称 伯多禄的西满来 他客居在靠近海的皮匠西满家里 我就立刻打发人到你那里去了 你来得真好 现今我们众人都在天主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 伯多禄遂开口说 我真正明白了 天主是不看情面的 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 而又履行正义的人 都是他所忠悦的 他借耶稣基督 他原是万民的主 宣讲了和平的喜训 把这道先传给以色列子民 你们都知道 在若汉宣讲洗礼以后 从加里雷亚开始 在全犹太所发生的事 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 敷了纳扎类的耶稣 使他寻行各处施恩行善 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 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狱 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见证人 他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 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 叫他显现出来 不是给所有的百姓 而是给天主所预见的见证人 就是给我们这些 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 与他同时共饮的人 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 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 生者与死者的判官 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 凡信他的人 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 伯多禄还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圣神降在所有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受过割损与伯多禄同来的信徒 都惊讶圣神的恩惠 也倾注在外邦人身上 因为听见他们说各种语言 并颂扬天主 那时伯多禄就发言说 这些人既领受了圣神和我们一样 谁能阻止他们不受水洗呢 所以吩咐人以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复洗 以后他们求伯多禄再住了几天